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 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h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继续想要跟我们的小朋友带来一款 非常非常受我们这边欧美小朋友 欢迎的这个玩具组套装 它其实是一套 这个桌游玩具套装 也或者是可以叫做我们的卡孩玩具 在里面呢 可以就是去玩这个 受了伤的笔薄 然后要他要去看医生 那我们小朋友呢就冲到一个医生的角色 要给我们受了伤的笔薄呢 进行各种各样的非常好玩的 有意思的一个治疗 希望小朋友能够喜欢我们今天也带着 开箱以及介绍了一个展示 它是适合我们六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 最好呢是两个人以上在这玩 里面呢是需要我们放上 他的一个电池 这样的话呢有些功能就会非常的好玩 比如说他的这个体温剂的功能 我们可以把它转过来再看一下 非常大的一个这个玩具组套装 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从网上订购到 我们这边呢是不负责就是就是告诉小朋友在哪买的 因为我们也是从网上订购到的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家里附近的一个商场啊 或者是网上看一下网上能不能订购到 我们这个呢是在亚马逊上订购到的 然后也是非常的好玩 据说他这个评价非常非常的高 比较适合这个喜欢自己动手 或者是喜欢自己去做一些桌游玩具的一些小朋友 那么我们今天就把它进行一个开箱的展示 希望你能够喜欢 我们会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给小朋友带来一个组装 或者是试玩的一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的频道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给我们频道一个订阅 我们的频道每一天都会更新各种各样的非常好玩的一个玩具 如果你有订阅的话呢 就能够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最初的视频啦 这个是他盒子里面当中的所有的小玩具 哦这里还有一个镊子 这是一个镊子 我们可以把它的东西全都给它取出来 然后这边还有小小的小键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绿色的是什么呢 在上面我们可以把它重新放上去 所以我们的最后一边准备我 我们这边还有它的小电池 你可以把它从当中给它取出来 那么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如果我在里面呢 可以看到它的鼻子会发红 还会发震 它会在震动 或者是我们先从骨头上的这个开始 啊我现在知道了 如果我们做错了哪个步骤 或者是在把哪个步骤放出了位置的话呢 它就会发出震动和发出这个响声 哦又开始震动了 啊算了 我还是不要取这一块吧 我觉得这一块还是挺难的 哦我发现它 如果到我们一直是给它夹在这儿的话 它肯定它就一直会在这儿震 然后震啊震啊震啊震 整个盒子都开始在这里震动了 然后它这边随便是 呃这个地方给它碰撞的话呢 都会给它进行个震动 这就是它这个小的一个玩具 然后我们会在下期的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希望你能够喜欢 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频道的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